从外形上来看,这艘航母安装了三条弹射器,其中起飞甲板有两条,斜角甲板有一条,比美国航母普遍少一条,但已经超过法国带高能耗的两条。 一般来说,弹射器数量越多,航母多位就越大,由此推测,该航母银帮基本稳合网上猜测的8万吨级多位,现在尚不清楚还将采用蒸汽弹射器还是电磁弹射器,先只是当前主流,技术比较成熟,在每升空一架飞机,就需要消耗将近两吨带水,而仅有6%的蒸汽能够被利用到。 后者则凭借更小的体积,更高的向能利用率,更舒适的起飞感,更低的故障率,全方位碾压蒸汽弹射,当之云会成为未来发展方向。 目前,美国已经在最新一艘福特级航母上安装了电磁弹射器,而中国则在两种类型的弹射器上都有研究,且进展飞快。 在电磁弹射器方面,中国未必比美国的差,要知道,福特级至今无法弹射30吨以上的舰载机,而30多吨重的歼15弹射型验证机,已经在新城陆地电磁弹射基地,完成了超过540倍试验。 其未发生过任何故障,无论是动力还是可靠性都由于福特级的弹射器。 歼15目前已经有弹射起飞型号,该型战机将会大大向控战机在雷达,并凭借电磁弹射达到满载起飞的状态,而这恰恰是弹射起飞战机所局限的一点。 届时,达到600台里作战半径的歼15,将由能力与美军超级大黄蜂抗衡,说到这,肯定又有观众不服气了,人美军都开始用F35替换F18了,我们却才刚刚搞定歼15。 的确,凭借着五代战机独有的隐身,以及相关战场感知能力,歼15这种四代战机难以与之抗衡,但考虑到第二艘火产航母距离真正总装乃至服役还有段时间,相信到那个时候,若真的五代隐身剪载机也就差不多能出来了。 众所周知,负责研制垂直发射和船格检停等技术的,武汉701所附近有一座航母楼,这座传奇般的建筑物除了爆光部件在预警机模型之外,随着概念图的亮相,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舰道和航母楼的舰道如出一辙,并集成了双波段有源线控制雷达。 我们从舰道,则之该舰,仍然是一艘常规动力航空母舰,这是给予小不快跑里面的考量,但是毕竟体量在那里放着,想必它所能够搭载的舰载机数量甚至将超过50加大关。 比较明舰以及山东舰两艘航空母舰多出将近一半,当然,弹射起装的得多,增加的也只是爆发出动速率。 一般情况下,航空母舰只会启用一两条弹射器,而其他线路则用来停放飞机,这属于一种标准的连续出动模式。 精华本身可以多条同时启动,到时间内过大出情绪,但是电载机回来却是件麻烦事,不仅会造成拥堵,还很浪费地勤,毕竟一边起降,一边主体维护,才是最稳妥且持续的模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PG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